大家今天要問大爆掛 現在要來開Turbo 拼盡月數了 就靠你們動動手指 沖一波 一起開啟小鈴鐺 轉發多多普克 我們就要問一下 曾經是楊過 現在是楊康的漢庭議員 你自己的保險的狀況 我這個梗是在這個節目上講的嗎 對 但不是對我 但我有就是 有follow 對 然後我在下面回收 我拳頭都硬了 對 好 剛才像有朋友講說 就光講沒有用 所以第一個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幫忙的分享跟散播 第二個我們確實會在找 合適的時機的時候 然後上街頭來抗議 畢竟當司機都出來抗議了 那我們身為政治人物 怎麼能夠袖手旁觀呢 那其實新黨在前幾天 我們已經有了車隊的遊行 大喊陳時中下台 那當然我們的勢單力保 那未來還是希望能夠 齊聚更多的力量 共同來做更大的事情 也謝謝朋友的指教 第一個 王必勝在這幾天的時候 然後他又開始作秀了 他就講一句話 他說叫做防疫保單 打亂了防疫布局 他就一句話 就把這一切的責任甩鍋了 為什麼會這麼亂 就是因為你們保險的問題 他完全不反省 是不是指揮中心自己的問題 那如果不是因為你們放著病毒病來 你們搞著要共存 你們不升防疫警戒 那就算大家有保單 有什麼問題 不會有問題 而且今天就算沒有保單 那請問確診的人是不是要做PCR 也是啊 那請問確診的人是不是也是要拿到確診證明 他才能夠請假 也是啊 那跟防疫保單有什麼問題 都沒有任何的關聯啊 那今天是不是有人因為防疫保單的關係 今天除非是有人因為有保險 他刻意去確診 刻意每天不戴口罩 你才可以把這個罪過怪到保險身上 否則的話那大家本來確診 他就想要去做PCR 然後做了PCR 他就想要得到一份確診的證明 他才可以做各種請假的用途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好 那麼其實早在去年 就因為台產剛才這個保險專家說 就那一份500塊 然後可以換10萬 那個時候蜂擁而上 到一堆人想要去保 好像台灣有400萬人都有去保 然後總共金額是19億多 但現在這19億基本上都已經賠光了 所以台產這一部分其實是已經虧損的 那當時我就跟幾個朋友在聊天 有一些在聊說 奇怪就理論上做這個事情 應該都是有精算過的 都有算過 就肯定是不會覺得不會賠才這麼幹 可是這個裡面就有 反正就有一些保險的朋友 我們彼此在聊說 你們怎麼會這麼相信 台灣永遠都保持清零呢 對吧 那甚至有保險業者的朋友 他也跟我說 他也懷疑上層為什麼會做這個決定 因為看國外燒得那麼慘 對吧 而且去年那個時候都差一點 就要三級警戒的那個差不多時段 你怎麼能夠保證 台灣都沒有事 怎麼敢還來賣呢 還是我們當時都覺得很奇怪 因為理論上保險公司 各種疾病什麼 那都是有精算過的 都是有各種的數據 甚至是透過大數據或什麼 去統計過 一定是可以在可負荷之內 為什麼去年要這麼賣 現在答案揭曉了 原來是保險局要求賣的 原來在去年5月19號的時候 當時保險局就找了這些業者來喝咖啡 說大家演繹一下繼續賣 因為在去年5月19號之前 就有一些業者決定說不賣了 這個都不賣了 業者那個時候就已經盤算好 如果再賣下去他會虧本 因為去年三幾年他算過了 他再賣他會虧本 所以如果去年就不賣的話 今年哪來這麼多 大家未料去 大家要擔心的事情呢 也沒有啊 那去年是誰要他賣的 就是金管會保險局啊 所以罪魁禍首是誰 這一抓就知道了 我們只想說 應該就是放給市場機制 就是讓這些業者自行承擔 他敢賣他就要賠 對吧 他如果自己算到 他會滑不來的時候 他自己會不賣 那麼這樣一個正常流通的市場機制 到什麼時候出現的問題 就在於民進黨這個政治的黑手 介入到了市場機制裡面嘛 就在於產險業者 他在去年5月19日的時候 他決定應該要不賣了 是吧 可以結束了 因為他可以那個時候做到 先前如果得的那就賠償 對吧 那應該要退場的時候 是誰不讓他退場 是保險局不讓他退場 所以這一切當然就是保險局 才是最大的問題 這個開會的人員叫什麼 叫做施窮華 所以我完全認為 這一波以來的這個亂象 就是金管會要負最大的責任 因為業者早就不想賣 是你逼迫人家繼續賣 好啦 那麼再一個問題 為什麼他要逼迫人家繼續賣 在三級警戒的時候 好奇怪喔 保險業者是民間單位 要保不保 這是他的事情 為什麼政府要出面呢 你政府為什麼要要求保險公司要賣 因為你政府不想負責嘛 因為你政府根本就給 不想要給那麼多的 所謂的防疫補償金 所以幹嘛 你就去找保險公司 你如果出事了 不要來找政府 你去找保險公司 所以政府民進黨把自己的責任 甩鍋轉嫁給了保險公司 要保險公司來幫民進黨政府負責 這就是民進黨的黑心算盤啊 所以今天如果民進黨說 這叫做保險之亂 王必勝指揮中說這叫保險之亂 這個保險之亂誰造成的 就是民進黨自己造成的 因為是你要人家賣 為什麼你要人家賣 因為你甩鍋給人家 你不想給老百姓承擔責任 你要老百姓在一片疫情 緊張惶恐的時候 然後那老百姓說 沒關係啦 我還有個保險啊 政府不給我錢 政府不給我補償 我還可以跟保險公司領錢啊 對吧 這不就是民進黨的算盤啊 好 那麼事到如今 我們確實可以承認說 有些人因為很急著 他想要拿到保險的理賠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經濟狀況不一樣 有些人因為確診 他隔離了這幾天 他就沒有收入 所以他很急著想要趕緊去拿到一份證明 想急著去拿到這些理賠 這個心情我們要可以理解 但關鍵什麼呢 政府當前的作用 關鍵就是在穩定民心 因為當初的責任是你負的 你現在好歹要出來起到 穩定民心的作用 因為現在政府都講說 這個什麼又要降級了幹嘛 所以有買保險人大家都知道 未來我可能就領不到錢了 可能我兩個月之後再確診 我就領不到那麼多錢了 所以幹嘛 大家就會很急著 哎呀那現在有症狀就趕快去PC啊 所以是因為你政府的宣告 是因為你的這些話語影響到了市場 才導致了這個亂局 所以當前你政府就 你不要再對這些什麼防疫的問題 你不要再對這些保險的問題 就胡亂講話 你越講話 越會干預到大家的正常的防疫心態 跟防疫的生活 你唯一要講的一句話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保證只要在過去 或從今天以前有買到的 有真的隔離的你政府保證 最後保險公司都會賠給你 但可能實現兩年以內 都一定會賠給你 政府來做擔保 保險公司可以跟政府借錢嘛 那政府來擔保嘛 你只要講這句話 就不會有那麼多亂象 你做擔保又不是政府出錢 那保險公司可以晚一點再分給你 然後希望這個有保險的 那如果你比較經濟還過得去的 你就不要急著這個時候申請 你現在等不到居格證明的 你現在拿不到所謂確診證明的 也不要急 你只要真的有確診了 兩年以內政府一定給 或政府擔保保險公司一定給 你講這個話才有辦法穩定民心啊 結果像他有沒有講過類似的話 通通都沒有 都說他那個這個是要問保險公司啊 然後說這個都是保險之亂啊 所以政府不僅沒有安定民心 根本就是在製造亂局 所以民進黨不僅就是 從這個方面來看 這個所謂的什麼金管匯 來什麼保險局啊 一點基本的經濟學的sense都沒有 然後呢就結合這種政治的意識形態的盤算 他像是超前部署好不好 超你妹 不是啊什麼 他像是超前部署啊 你5月19號的時候開 因為你預計你不想賠這麼多啊 他在去年的時候不就是超前部署了嗎 哎呀我發現有講這麼久 趕快給楊明講好快點 沒有啦最後就兩句話啦 這個都是我講這兩段 大家覺得有沒有共鳴喔 一個執政黨政治人物做的再怎麼差 都能自我感覺良好 都能變出美麗的謊言與空頭支票 一個執政黨對於人民的痛苦 都無動於衷到這個程度 這是台灣的悲哀 這是蔡英文總統在2015年 12月的總統辯論會上 罵朱立倫罵馬英九的話 現在人民感受是什麼 就是這兩段話 對 完全複製了 你說你不要當數字總統 現在每天看數字 中天觀眾有好康 就是請你上快點購買這個烏化器呢 送水神是一舉兩得 當然我們現在有推出了 三種好康的組合 有效幫你保護起來保護家人 那麼防疫不能等 趕快上快點購來買 要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CTI108就有折扣了 修放進會 MIGOUNC RX MIGOUNC